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声援他 说要还他清白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声援他 说要还他清白 然后呢 郭台铭就不要讲 郭台铭是他以前的老板 不得不声援他 如果这时候 郭台铭选择跟他切割的话 反而被人家认为说 你无情无义 不过呢 那么我们 但声援一个人 不是声援我跟你的关系 或是我自认为你不会贪 而是他必须要清清白白 比如说他如果是在对面 像李明哲被老公抓去 我就声援李明哲 依实是一样 所以现在高航安必须 做好心理准备 你现在这么爽的 你自自俱续都用 想要让外界误以为说 民进党是用政治利益 去干涉司法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 那为什么不连资策会的 背信就一起跟你起诉 就跟你起诉就好了 两条座会 他最遗憾你更重 对吧 死高 陆坚服刑要更久 对不对 所以可见台北地检署简单官 是根据证据到哪里 你就办到哪里 这个我赞成 人家很谨慎的 我不分难律 证据到哪里 就办到哪里 不服 不服你在意 然后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那么高宏安 因为他可能像他自己讲的 申平第一次被起诉 对 他对司法 他太太轻忽司法的严重性 这是青年尤其的导演 我又没客气说 各位仔细看一下 昨天所有的评论 不分蓝绿的名嘴 都认定高宏安涉嫌贪污罪 而这些政治人物的高层 都深言他清白 为什么 其实这些政治人物 不分蓝绿白 然后有些政治人物 绿的当然是讲说 他这个涉嫌贪污 不分蓝跟白 事实上都想用政治力 来解释这个司法官司 但是我还是要奉劝高宏安 因为事情的可怕程度 可能比你想象中 要来的更凶狠 为什么 因为人证物证 都是你以前的属下 而他们集体起来咬你一口 那么咬死了以后 你想要拖全身而退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